人的品质是学国的基础 有一位四十多岁看上去穿着非常高养的女人 他领着儿子走进了一个企业大厦 楼下花园和孩子在吃东西 不远处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剪草木修剪草木 这个妇女跟孩子吃东西扔了一个纸销 老人家什么话都没有提 走过去捡起来扔进了一个垃圾 过了一会儿这个妇女又扔了一个垃圾 这个老人家再次把这个垃圾扔到了垃圾 一连三次 这个老人一句话都没有一句 妇女使得这个老人家告诉他的孩子说 儿子啊 你看见了吗 如果你不好好上学 将来你只能做一些逼切的工作 老人家听见了 走过来之后 这位女士一号 这里是我们集团的私家花园 请问你是怎么进来 中年从你们高傲的时候 我是刚刚被聘请来的部门经理 这时候一名西州和里的男子走过来 孤敬地站在这个老人家的面前 对老人说 总裁 会比马上就来开始 今天准备出事 老人家对这个男子说 我现在提醒你免去这位女士的成员 老人走向小孩 要怎么做 尊重每天的人不以生存来区别 这是你的修养和你的风度 我们学博 我们学博做人 我们学博做人 风度不是说出来 人不能从内心修出你的品质的高上 就会暴露出你在人间吃假的一面 所以财富并不一定是一辈子你的朋友 学会尊重别人 才会真正地拥有你心灵的财富 这才是学博人的禁忌